你會跟黃狗是一樣嗎 我覺得其實只要做這樣子的無謂的預測 我只能說在三四十年前的學員時代 其實學生都是沒有權利的 沒有權利的人其實也沒有什麼權利來互相出賣 因為第一個我們覺得在那段時間 你憑一個所謂的特務機關或是情資機關 他的一個紀錄 然後就說某人是你 那我覺得其實這東西第一個對運動是功能 第二個學生之間本身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出賣 那我當然是要跟各位報告 我覺得我不是那個所謂的意思 你們認為說這個部分到底是真是假 是不是真有機會 因為所謂的宿展會的資料也是來自於情資機關 他代理情資機關他的那個資料時間是假的 所以說我們是真的假的 真的是覺得那個部分是有點純粹 所以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是否被我們集中判的 然後我看到這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這裡 其實真的假的 有什麼時候會有在這裡 這些地方可以進行 其實會很適合 所以我們要去做幾個房間